天心、溫星豪主演的劇集第三季 日前正式開播 這日兩人合體為劇集宣傳 新一季的亮點 除了會討論台灣真實事件之外 天心和劇中前夫溫星豪的關係 似乎迎來新的轉機 網民都很好奇 他們會不會破鏡重圓 這一點我做趙立廷的立場來捍衛一下 我發表一個聲明 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回來 所以我是竭盡鎖門的 是想要挽回這段時間 對 然後到時候就看看這個 我們製作人也不給這個照率 從照準變照率這個機會 所以第三季兩位 到底有沒有看到你們破鏡重圓 我覺得一個會很多人來跟我搶前夫 太迷人了 趙立廷太迷人了 這個角色 我每次在演過程當中都想說 我愛上你 我好愛你 真的我覺得就是一個 對啦 他就是 因為我記得有講我們的回憶戲 所以一個摩托車差點撞到他 我就說 我未來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他 其實 但是這句話其實你看 但是傷害他最深又是這個男人 但這個男人我必須強調一下 他是用身體去換情報 他沒有 我要再一次強調 太太強調了 他是有目的的 精神沒有出走 對 了解 好的 好的 所以那個結局部分就是能夠保留 對 請大家可以深入的 承接前兩季的沉重劇情 今季的內容雖然還未揭中 但是飾演律師的天心 就建議觀眾看劇之前 要做好心理準備 對啊 我自己在看完你落海 你那個重槍的時候 我真的在看的時候 我是 我喘大氣 落淚嗎 你自己看的時候 其實好幾度很多 很多不只是自己 我們兩個部分的感情 還有包括每個事件在走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喘大氣 就是 原來 感覺好像 導演有 或是編劇有輕輕的希望 不要把它 這麼沉重的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是很沉重的 對對對 所以 就很感謝編劇還有導演這樣的處理 要不然我覺得 就以我一個成年人 我都會覺得有點承受不住 然後我就會很擔心 如果是年輕的 朋友我們在看這個戲的時候 就 輕鬆一點好了 對 可能我們自己看會比較 帶入感情緒 帶入比較重的情緒 對 所以其實 在看完之後 我都可以趕快去找一點 其他事情來轉一下 對 那我先跟大家稍微預告一下劇情 就是到第三次的時候 可能會更沉重 好 那希望大家有留言 做一點這樣的心理準備 天心和韓籍老公為了工作 經常分隔兩地 近日趁有空檔 他就馬上飛到韓國 跟老公相聚順便充電 天心還在社交平台 分享夫妻玩樂的片段 真的很甜蜜 就是回家可以好好的睡覺 對 可以睡得很舒服 這一次很久嗎 這一次 這一次大概差不多 也是七八天吧 忘記了 對對對 然後就回來了 對 現在中間 如果能夠有時間的話 對 就多聚聚 因為接下來這個 我要委單身了嘛 對對對 先生他也是同行的 一忙起來的時候 對 就是大家都會 互相配合體諒 因為上次妳不在 然後他們就爆料 就是妳跟老公私下 其實是很會撒嬌的那一邊 會 有有 要看好 不是 不可以 精神出肉體出鬼 不可以 哈哈 叮好 我們那個住老婆的 做太太 叮好 嗯 谢谢大家